Hellifun的Sus Walking Fish 最近有在使用Line的人 应该都有收到Line Keep 将于8月28结束营运的公告了吧 虽然说Line Keep竟提供1GB的储存空间 但在Line中可以说是相当的好用 可以轻松的将全组或聊天记录的档案 存起来避免过期 只能说又有一个好用的功能 变成时代的眼泪 对了 这边要小小提醒一下 Keep 与Keep 笔记是不一样的东西 Keep 笔记比较像是个人的料件事 并且在此次Keep 听纸营运的公告中 也有提到Keep 笔记依旧可以正常使用 总之 今天就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将Keep 里的档案下载下来 保留过去美好的回忆或重要的档案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从手机端的开始讲戏 要在手机上将Keep 内的档案下载下来 我们需要先进到Keep的页面 接着 理论上在上方我们就会看到一个 下载照片及影片的选项 点进去 我们就可以开始勾选 我们所要下载的照片及影片 选完后 按下载 就可以等待照片及影片下载完成 下载完的照片及影片 理论上 我们可以在相簿中的LINE资料夹找到 这边稍微比较可惜一点的是 它没有办法一次全选全部的照片及影片 只能够按照月份来全选 像是全选5月的照片 全选4月的照片等 以及在这个多选的画面里面 是不会包含像PDF ZIP等这些一般的档案的 所以这些档案的保存方式 我们就必须到外面这个档案总览的页面 分别将它们点开来 然后点击右下角第二个按钮的下载 将它保存到装置上 或者是在这个档案总览页面 点个别档案右上角的这三个点 然后点击储存之装置 一样可以将档案给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的这些一般档案 会放在系统的下载资料夹中的LINE资料夹 至于文字以及连结的部分 我们就只能够将它一个一个打开来复制 然后保存到其他地方 或者是透过分享的功能 把它保存到keeper笔记里 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看大家的取舍 再来是电脑端的保存 电脑端的保存相较于手机有点点不同 我们一样打开LINE 然后点选左下角的Keep图标 打开LINE Keep 接着点选右上角的三个点 里面会有个下载的选项 点进去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勾选 我们所需要下载的档案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与手机版最大的不同 就是电脑版是真的没有办法全选 连月份全选都没有的那种 只能够一个一个慢慢勾选 对于LINE Keep里面储存大量档案的人来说 应该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但电脑端也不是没有优点 像是电脑端的勾选 是能够勾选一般档案一起下载的 同时如果勾选到文字连接等 它也会自动在下载的时候 转换为TXT档 可以不用自行透过复制 或者是分享文字来备份 总之 在选完我们下载的档案后 点选下方的下载 这边LINE会询问我们 要将档案存在哪里 我这边就随便创个资料夹 然后选择这个资料夹 就可以等待它慢慢下载了 以上就是如何备份LINE Keep的简单介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选择适合的下载备份方式 如果要手机电脑互相搭配 好像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如果我们照片或影片很多 就可以在手机上 透过月份全选的功能 加减省一点时间 然后再从电脑上 下载那些03的档案 以及文字 OK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喜欢每个赞影片 小朋友们喜欢没有订阅 OK Take a easy See you guys